最近呢过暑假 假里时不时就要来一伯熊孩子 跟着他们呢 也看了两集电视上的国产动画片 不得不说 这少年国产漫画的水准 真是停滞不迁 现在熊孩子们 中间最流行的 罐头枪罐杆 当真是还不如过气的网红喜洋洋 想想我们小时候 还能看看灌篮高手 呼应忍者 名侦探可南 现在的动画片 还能不能有点好了 只不过日本的动画片 可不是你想看就能看的 动不动就给你挖个欠年打坑 还得性感情愿的往里头跳 一边跳吧 还得一边拍手叫好 哎呀这坑挖的妙啊 咱们首先按下 名侦探可南这个欠年打坑不说 就来说说火影忍者 故事呢 大家都很熟悉了 讲述带有久违咬不奉进的名人 努力成长为火影的故事 一直以来呢 火影忍者热血又感动的故事 吸引的不只是小孩子 更多的是成年人 从年少时一直坠看之近 火影忍者之所以那么喜人啊 除了动画本是独特的世界观 个性献明的主角 丰富曲折的剧情 更重要的是 在坠看动画片的同时 剧主的少年也和你一起成长 哎 看着看着我就长大了 名人的 也长大了 火影是如此 直到现在还没有完结的海贼王 也是这样 这种相伴的力量 实在是太强大了 一边那老牌的动漫还在延续 但舔尖尿已经暗磋磋的发现了 现在的网红动画和以前的花果 那可是大不一样 从前都流行热血的少年们 动画片中的主角们和自己的小伙伴 一起踏上坠入梦想的旅程 但继续年一些 中二又搞笑的动画片 开始流行了起来 在下版本有何贵干 讲述超强高中省版本 吊扎天的校园生活 他是一个装笔如缝的少年 所道指出收获的是 异性的爱慕和同性的 嫉妒 毫不夸张 他就是所有人严重的叫点 他就是鹤鲤几群的那个鹤 他就是世界的王者 最厉害的是 版本完全不装笔 因为他就是那个鸭鸭的 可以说他把每个人想做 而又不能做变成了现实 他叫版本他有毒 同样类型的动画 还有奇目男兄的陕迹 灰灾难 讲述拥有超能力的高中省 奇目男兄口闲体正值的校园生活 齐山可以一边搬着面探帘 毫不留情的吐槽身边的伙伴 一边又在温柔的守护着周围的人们 和版本一样 两个人都是审怀绝技的年轻人 但是他们同样又散管极正 堪称新时代的雷锋楷模 爱护动物 绑住同学 甚至打几岁份 每天看上几分钟 我提神又减压 除了这种短小警汉的泡面反 物版小当价 十几指令 也非常的受人关注 这个动画片呢 还是蛮符合少年版的花风的 拥有梦想又舔肤异禀的男主角 姓平窗镇 出手于料理之家 和父亲一起 紧迎了一间家庭餐馆 从小姓平就对料理有着极大的兴趣 花色成为顶尖料理史梦想的姓平 在父亲的收益下 进入了顶尖料理学院 新都放烹饪学院 不是 是远与乐学院进行系统的学习 在那里姓平认识了一群 性格酒瓶又有秀的小伙伴 他们一起 为了行众的梦想而不断的奋斗 看这个情节 是不是有点像小当家 但是啊 这个动画比小当家无多了 感觉男主角在料理的时候 不光加了各种调味料 还不莫撒进去二斤唇药 让吃到他料理的人 动不动就暴义不清 叫喘连连 哦 真是误得没眼看 虽然啊 火影忍者动画从2002年 一直博到了几年3月份才完结 几乎啊 博了15年 本以为就此就要永远的 和火影的世界所在见了 这边哭出来的眼泪还没干呢 那边四月信版 火影忍者博人传旨 次时代继承者又开始连载了 对于这种情形还能怎么办 啊 当然是稍事稍事继续挑心坑了呀 我能怎么办呀 我也很绝望呀 除了一遍看 名人儿子继续在忍者的世界中成长 千万别忘了 一起下载 火影忍者手游和正等火影粉 一起感受忍述的奥妙 同时游戏呢 还设置了火影的竞典场景 请来了原版角色再次配音 CJ级别的动画制作 一定可以让火影粉们 在原指原味的火影世界里 享受畅快淋漓的格斗体验 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想要看更多精彩的视频 请继续关注紫文皮子 废话不多说 我去打游戏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